发生这么大的事 我看咱们大家比较高兴 这确实是个好消息 我刚看了一下更新的内容 有这么几点 应该是可以确定的 6月28号上主网 这个是完全可以确定的 你看它的更新的内容 最后是吧 说的是6月28号的前后 那就是 相差没几天吧 要么提前几天 要么往后推几天 这个要根据具体的时间来去确定 但是6月28号 它肯定是有动静的 这是毫无疑问的 这是第一点能够确定的事情 第二个呢 是 可能因为咱们前段时间 我们用小牛加速器 抢它的这个 名额还是有一定的问题 有些地方可能跟人家的这个 KVC的这个是不匹配 有些地方不匹配 然后呢导致呢 这一部分矿工的这个KVC 现在一直是出于一种停止状态 而且上面也说了 这个呢就是他们也在想办法 尽快去改进 还有呢就是 对一些资料不全的 资料提交不全的 那么到时候呢就是 一起进行修改 包括这个修改和名字的 提交和名字申请的这些人 整个呢就是 连你的这个KVC都是一起过的 第三个呢就是 我记得我上次跟我们大家聊天的时候 说过这个KVC的问题 嗯 我们原来玩的一些盘子啊 紫金盘 或者一些空气币 他们的那种KVC 就是实名认证 你不能把派的KVC 跟那些KVC去相比较 那是有本质的区别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那些盘子的这个KVC 就实名认证呢 它适用的是 互联网2.0的这个时代 嗯 然后呢派的这个 实名认证 它必须要符合的就是 Web3.0的这个规则 因为以后的话 我们每一个人在互联网的世界里面 只有一个互联网的账号 那这一个互联网的账号 你就可以去登录N多个APP 啊 那么这样的话 它它对这个实名认证 这个KVC的要求 就会是非常非常高 那么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要求 这就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嗯 咱们是没有办法去 分析这个问题的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 就是派的KVC 和之前我们做任何 项目 这个身份认证 它都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的这个 试用范围是不一样的 原来我们搞的那些项目的这个 试用范围 它主要就是Web2.0 而派的这个KVC 它必须要试用的是未来的互联网 就是Web3.0 所以说它 它这个是有本质上的这个区别的 咱们大家在KVC这一块呢 你就不要再去担心了 呃 大家不要忘了 项目方说过 派是人民的货币 只要你是真人 一机一号 那么你肯定就能过得了 也不要听别人造谣说这个会有什么问题过不了的 昨天我还在哪个球里面见到有人发的 说是这个什么 说国家为了限制 有些人的这个号可能倒是过不了 这纯粹就是在造谣 只要你是真人 只要你的账号没有出现过违规的情况 那它到最后肯定就能过 这一点一点就不要担心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今天更新的这个内容 我看了一下 应该就是有一个说法 呃 可能主网这个 应该是封批主网 不可能是所有的人一下子全部主网 那一批一批之间的这个间隔 按照之前我们 呃 出现的这种情况来去判断 应该时间都不是太长 呃 我我觉得啊 628的话应该会就是 把之前已经收到KYC 并且提交他的这些人 应该能够过得了 然后这些人过了之后呢 可能就是下一批的人 就是现在我们还没有收到KYC的这些人 啊 陆陆续续都会去过 只是一个时间段的问题 而且这个时间点呢 是项目方都已经明确了 6月28号前后 所以说以后咱们大家不要再听信别人说 6月28号不会主网 啊 等等的一系列的一些这个蛊惑的言论了 不要再相信那些了啊 一切以项目方公布的这个为主 还有一个咱们大家注意一下啊 他这次这个迁移的就是应该是 不是完全的开放式的主网 呃 应该还就是去年12月份的时候 这个项目方公布的就是封闭式的主网 这个封闭式的主网和开放式的主网 它的区别是什么呢 就是呃 封闭式的主网 它是我们先锋可以把币印射到钱包来进行异货 也就是对它的网络的一种测试啊 然后呢 不允许外部的任何东西来跟这个派 派链进行衔接或者打通啊 也就是说给外面的东西它是不开个端口的 那么一旦上了主网之后呢 就是所有的东西项目方它都是不控制的 一切交给节点来去用行啊 然后一切呢都交给我们矿工自己了 项目方是控制不了的 这就是完全去中心化的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啊 这个封闭式的主网和开放式的主网 基本上 嗯 相差不是太大啊 我们矿工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我们手里面的币 能够变成我们想要的东西 对吧 能够变成现金 这是我们想要的 那完全是开开放主网的话 它就会有很多的这个应用 开始要往这个web3.0上面进行迁移了 嗯 其实整个的这个互联网 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么对于我们大家来说 我们最关注的应该就是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呢 能够换起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另外一个就是价格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还有一点啊 嗯 我从上面那个更新的内容 看应该是这样一个说法 因为咱们中国人的 嗯 这个派呢 现在有一道墙呢 这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的 这是咱们中国的一个特点 那么这一个特点呢 可能导致我们的这个KYC的进程呢 要落后于其他国家 啊 这也是现实存在的一个问题 但是人家项目方也说了 你不要担心这个问题啊 我们呢 他们呢 现在正在想办法去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啊 最后的意思也就是说 迟早也是过啊 不用过多的去担心 那么我们中国人这段时间 就是很少有过KYC的根本性的原因 可能跟这道墙是有一定的关系 那这里面啊 究竟牵扯什么问题 咱们也不去分析它 总之呢 你就明白一点 只要你是真人 啊 一级一号 你肯定能过得了 总之 还就是我原来说的那句话 啊 好事将尽 大事可期 就这么几天的时间了 啊 说真的 你完全可以这个欢呼了 嗯 你立穷人最后还剩下八天时间了 就这么八天时间 一个礼拜的日子 好好的珍惜吧 好好珍惜你当穷人的日子吧 八天以后 你会发现 你进入到了一个 你自己根本无法想象的一个世界里面了 那么最后呢 就是 对于咱们想卖地的那些人 还有想卖自己账户的那些人 我最后再给大家怎么 嗯 警告一下 千万千万的 不要去轻易的把自己的币全部都抛掉了 啊 这是第一 第二一个呢 不要把账户卖掉 你要是还想 在自己的后半身继续互联网活动 那么你的账号绝对不能卖 你的账号卖了之后 意味着你对互联 你跟互联网就无缘了啊 那么再一个就是想卖币的时候 你前期如果说有套现的渠道 我们可以少卖一部分 啊一点一点来 你不要一下子把它全套掉啊 有些人可能想 我就这几百合币 我一下都弄掉啊 该干嘛干嘛就行了 你这样想是错的 我现在可以明确的告诉你 如果你现在一次性把你的派币卖掉 将来你还有花钱再把它买回来 你不信你就等着看 这个问题啊项目方都已经回答你了 你就不用再去问我了 是不是啊 628前后就是派2日前后 就那么几天啊 他说这个前后不可能差几个月是吧 那也就那么几天的 差的也就是几天的时间吧 所以说不用担心啊 628的这个时间是一点都没有任何问题了 不要再去担心了 你担心的话就是不相信自己了 不信心的话 你就能去吧